2022胡潤中国500强 列出了中国500强非国有企业 其中台积电以2.8万亿元取代腾讯 成为中国价值最高民营企业 大陆胡潤榜最新调查 把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 列入中国500强民间企业 而且还拥登榜首 在各大论坛引起热议 部分大陆网友看不下去 留言讽刺 榜单可笑 怎么好意思说台积电是中国企业 请问台积电给中国政府交税吗 人家台积电知道自己成为 中国民营企业吗 那干脆说美国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榜单也把苹果给算上 不显中国对于自己的自信心不足 更可以看出中国想把台湾占为其右 那这种自欺欺人自负其短的做法 其实也让全世界看笑话 我想这个都在吃台湾的豆腐 也在吃台积电豆腐 中国的荒谬就在于 善于说谎 骗到连自己都相信 绿营立委一面倒嘲讽这份榜单 但不止台积电上榜 榜上还包括联发科 鸿海 中华电 富邦金 长荣海运等63家台湾企业 总体数量只仅次于广东81家 排名第二 无论榜单公布前多次位居榜首的腾讯集团 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才公开表示 企业内部腐败问题触目惊心 二零二二年超过百名员工 因为触犯贪腐被辞退 未来会把相关数位技术 应用到企业内部 加强内审监控贪腐问题 TVBS新闻理言智利明珍 综合不到